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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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Event 今天想跟大家玩一件事 話說我買了一盒Taco 就是那些墨西哥的夾餅 我早幾天記得是 開過一條影片 就是教大家做墨西哥牛油果醬 當時我用Parsley 因為手上沒有芫荽 但其實正宗的墨西哥牛油果醬 是要用這些芫荽 真的是我們平時吃的芫荽 所以我就不如再開多一條 這個Version 用正宗的芫荽 這個Version 這個Parsley 可以給一些不喜歡芫荽的朋友 另外這個額外 就是預備有一些烤肉 因為早兩天有一些 叉燒 烤牛肉 那些烤牛肉 我就把它切成絲 一盒放在Taco Authentic Gracamole 即是正宗的墨西哥牛油果醬 很多時候其實都真的 配他們的粟米片 和Taco去吃 Taco本身其實都是墨西哥食物 那些圖畫上面 其實就和Gracamole很相似 不過它可能未必有加牛油果 在上面 上次我配那個Gracamole 我是有這些的 記得嗎 除了芫荽和牛油果之外 正宗的 通常都會有辣椒 有些人是用綠色的辣椒 那牛油果就要和檸檬一起出現 要不然牛油果會黑 額外的可以加番茄 洋蔥 現在我們首先就把洋蔥和番茄切碎 番茄我們盡量留起那個汁 因為不想成品太水 所以我們最好刮一刮走那些水分 爬走那些番茄肉 那我們切小小粒 像這些小小粒 好 鐵洋蔥 有沒有人不懂切洋蔥的 不懂切洋蔥 首先切頭切尾 洋蔥很重要的 除非你真的不喜歡吃山洋蔥 否則這個菜式沒有洋蔥 這個口感差很遠的 嘩 這個洋蔥很漂亮 這個洋蔥 這個位置會連接的 我們就趁它連接 不要那麼容易疏開 即是散開 我們就直刀切小粒 先切直條先進去 它不斷 就容易切 這樣 那這裡就一把線梳開 然後再切小粒 這樣就小粒 它裡面一層一層 鬆開出來就煎 小小粒小小粒這樣 然後我們就要 辣椒 切一段 一段就在這裡切乾了 切走它 我們要新鮮的 來炒菜用 這樣 不要太多 去紙 如果有紙的話 嗯 好香 這些紙要去掉 然後是芫荽 芫荽 芫荽好朋友開心 我知道你們很喜歡看芫荽的轉色方法 但是又苦無 即是沒有什麼recipe 我記住你們的 墨西哥這個菜式 現在就完全 非常之尊重你們 幫你們第一位 都會切粒粒 好 另一主角出場 就是牛油果 之前準備好的檸檬 好 研究一下這個牛油果 我們增加這個觀察經驗 這個牛油果 我買回來第三天 我買的時候它脫了定 當時它的定 就稍微 比較白一點 白於現在 現在它還未很黑 但是一天就被一天暗 都是OK的 可取的 我預期它可以出來 這裡輕微有些黑 我們看看果身 有些綠色看上去 好像你們會說 嘩 是不是生啊 還未熟啊 等到這些都變黑色才行 現在 這裡看上去 暗色一點 好像熟一點 然後 那些人就 走來練 可以不可以 我到現在 買了上手 我都不會練 一定不會練 我不會練牛油果 買牛油果 從來不練 這些全部都不用介意 那些什麼顏色 不用介意 花斑點 不用介意 招牌 不用介意 brain 不用介意 不過我只要跟你說說 這個brain 這個是Hars來的 那個 對了 我那個叫做 Evolution 六四四七 有個barcode 我這些全部都不介意 你怎麼凹凸啊 什麼顏色 不用理 那切開它 好嗎 我對它非常有信心 切開它 這就是一個大東西來的 好 以我切牛油果的感覺來說 它是一個 漂亮的東西來的 好 切了一個圈圈 可以自己脫開出來 OK 看看這個定 這個定 這裡 還可以 黑都還未黑 黑都還未黑 來了邊的了 即是很熟 軟的了 接著我們刮果肉 在杯上 直接刮果肉 在杯上 因為它很窄 它沒得走開 所以它就會容易些 讓你刮肉 你找個大一點的碗 給它 它走來走去 就是做什麼 不要慢一點 好了 刮到差不多了 我們就直接擠一些檸檬汁 我們呢 做調味 先為這些小沙沙的東西 調一調 因為我們不調 放這些拌勻 你攪不均勻 鹽 輕微加一點 接著如果喜歡可以加些胡椒 胡椒粉 那我就不加了 這部分 另外擠一些檸檬汁 給它們 連一些檸檬皮的香味 都可以擠下來 我們擠檸檬汁 如果想要一些檸檬皮香味 出來 就不是這樣擠 這樣擠呢 檸檬皮的味道都在手上 喜歡就用手去攪拌 這樣呢 我們就 把它拌勻 拌勻 把魚 放進去 然後就放這個煮焗下去 我現場就很香 我們看看牛油鍋 整鍋都靚 沒有一份黑 這裡其實會開始黑出來 這些黑點 我們先研究一下這個Taku 我還沒開的 還沒開過 這裡一排Taku 還有呢 他說這個 我好像賣廣告一樣 都幾十隻 倒下來不會爛 他說有十隻 他說Mile有一隻辣椒 然後裡面有兩包東西 一包叫Spice Mix 像是這個 應該是乾的 乾的 應該是乾的 然後一個呢 就是這個 Sasa For Topping 那我們 開來看看 看看它怎麼樣 這個先開個Mix 先看看 我這隻第一次買 不知道它有什麼味 看它是不是辣的 先試一下 嘗一下 嘗一下 很辣 很重油 那些孜然粉的味 Cumid 我猜它有黃薑 然後這個 Sasa 好 倒出來看看 好像茄醬一樣 嘗一下 Pepapa 酸酸 嗯 不夠這個 不夠這個複雜的味道 那我決定為我這些肉 每樣都加一些 就是剛才那包粉 因為它裡面有孜然粉 可能不是很適合我洗的 我要加少一點 大家到時自己撿生一下 我這裡不斷地 不斷地扮一下東西 然後再加這個 紅色的 萬事俱備 然後我們就開一隻出來 做兩隻 這樣好了 把兩隻出來 先放些肉在底部 這些肉是用來點住的 這樣可以加入三隻 然後呢 就把這些 主角 這些才是主角 填下去 填滿它 填高一點 夠了會填高一點 看看是不是很美 跟著呢 做了一點點Decoration 還有沙律之外呢 就滴一些醬汁給它們 就是剛才那個 袋裝的醬汁 有一點紅的東西給它們 完成了 今天呈現 就是這個正宗的 墨西瓜牛油果醬加Taco 這個近鏡少少拍給大家看 轉一轉 很漂亮 拍完照 就是吃了 我也很期待 因為我還沒吃東西 這樣拿上手 很濕淨的 買些燕繩不用自己做 自己做反而軟 我試過了 我們試一口給大家看 咬了一口 很美味 首先呢 那些洋蔥的味道是很強的 跟著它混在那個 牛油果 和芫荽 是很清新 更清新過什麼呢 更清新過越南的米粉 會加芽菜仔 味道和香葉 還有芳荽 酸酸酸甜甜 好吃 大家吃一口 做墨西瓜牛油果醬和Taco的成功秘訣 第一,要刮走蕃茄中间的汁和核 这样成品才会漂亮的 否则成品会看上来很水、很碎 和会快速影响tako的脆度 第二,需要留意材料的比例 尤其是洋葱 如果洋葱过多,那些酱就会太辣 和令成品看上来好像很粗粒 但如果洋葱缺席,那整个酱就会失色很多